今天这个旧软跟田机的活 过来之前谈好的起步价是800 可我过来之后看到是这个熟悉的地方 东家给我800我都决定不要了 还只动只收取它500块 我一边开着挖机往旧软地跑 还在一边想 拉个车才需要多久 最多20分钟 800块到手 真是美滋滋 你们看这个跟田机陷得多深 当我把挖机开到了这里 才想起来陷车的这一块田 是我以前挖过的一个鱼塘 后来才改成的稻田 而且挖鱼塘 匪鱼塘改稻田 东家都是喊我做的 只不过稻田的田主 现在把这块稻田租给了种田大户 也就是刚才 喊我挖机过来旧软的这个东家 我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现车的这个位置 挖鱼塘的时候 我还特意加深过 我估计喊我就软的这个东家 肯定不知道这个地方很深 更不知道这块稻田挖了又甜 甜了又挖 每一次喊挖机的钱 都被我转完了 现在下了车 喊救援过来 误打误撞 还是喊的我 哎 我这复杂的心情啊 简简单单 装好拖车绳 咱们就开始了 咱们就开始了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今天的救援如此顺利 开挖机来去十分钟 救援拿车也就花了两分钟搞定 本想着结账的时候反正我也不做生 我也不说现车的地方我挖个坑 但是吧反过来又想一想 老百姓种一亩田需要很多的过程 去繁琐辛苦的劳作 还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挣到那一亩田几百块钱 我虽然说从十公里的地方跑过来 但是就软一下总共也才花了十几分钟 就要八百 再加上这块稻田我已经赚了好几次钱了 哎干脆我就咬咬牙 自愿的给它让出了一部分利润 最后也就收了它五百块 东家喜笑扬开万分感谢 我也心安理得又是小赚几百的一天